你是不是像我成天旁著追求 追求贏一生不到底溫柔 高亢的歌声加上熟悉的音乐 这首《我的未来不是梦》吸引许多路过民众驻主聆听 这个在内湖略光路与港前路交叉路旁广场演唱的街头乐团 其实是由内湖分局各个单位远景所组成 在警察节前夕特别选择在人潮众多的内湖科技园区举办一日快散 希望借此向市民宣导反诈骗及行人交通安全等观念 因为我们做了很多的校园跟里面的这个座谈会 我们希望能够扩大宣导的族群 那由于内湖科学园区 在是我们这边的一个科技重镇 中午的时间进出的人潮非常的多 我们也用这种活泼比较亲民的方式 能够希望民众理解我们警察除了干预取缔比较严谨以外 我们其实也是很有才华的一群的同仁 也欢迎朋友一起来加入 主上之一的内湖分局侦察对侦察座消耻说 在街头演出感觉很自然 因为已经在内湖服务多年 觉得和大家都很亲近 我觉得很特别啊 因为应该有很少警察是会在街头 就是直接这样表演的 就比较没有那么自视 比较要随性 但是又觉得 反正我就觉得比较自然 也不太会紧张 因为其实就在内湖待很久了 觉得这边的人 就跟自己感觉都很亲近 年内湖分绝分局长 肖慧珠也下场与大家合唱 真诚的歌声获得现场民众满堂彩 认为警察人员凭日忙于打击犯罪 维护治安与交通已经很辛苦 现在还在街头以才艺表演进行宣导 真的让人感动 还不错啊 就是满在办公区域采访的 办活动的话呢 可以收到很多的流量 大家会关注 对对对 今天表演的好不好 蛮好的 喜欢可以继续举办这些相关的活动 很棒啊 这么棒的 因为他们就是很热 就是警察平常就很忙 然后还有时间去练习这一段歌曲 我觉得就是他们真的很有心的去准备这样 对那可以看出来 他们就是真的蛮热爱自己的工作 内湖分局方面表示 未来他们会持续通过各种刑事 深入社区校园进行宣导 希望协助民众建立正确观念 保护自己 不给歹徒有可乘之机 警察节快乐 记者张启腾 台北报道 按摩 小启腾 谢谢大家